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投票中午的对吧 甲骨文就是目前我们所能够看到的最早而最完备的文字了 所以古时候人们对于文字的记载是出现在我们的甲骨文上的 后来就出现了我们的陶瓷上 玉石上 青铜器上 竹简上 纸张上 这才有了台湾的这种台湾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毛宫顶 后来文字演变到了我们的电子屏幕上 包括现在我们在PowerPoint上承载了很多文字 那文字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代替语音团播思想 因为有了文字慢慢的就有了字体了 而字体和我们的书法有了密切的关系 这个做的还有一点意圆 那书法到今天有几个走向的两种走向 一种是成为挂在墙上的艺术品吸引灰尘 不不不不 其实是隐能观赏 而书法的实用性呢 这个呢慢慢的被计算机自己所取代了 所以不管你是演讲型的还是阅读型的 一定都离开自己 我们呢将分两集和大家来讲讲 文字当中 这个字体在PowerPoint当中的应用 第一集课呢 打好基础 第二集课呢 把这个文字和字体做出更多的花样 可能说到文字与字体 大家会觉得说 哎这有什么好学的 把字打进PPT 这不是很简单吗 插入文本框 打入文字就行了嘛 确实是这样 但是呢我们发现 生活当中很多人 对于文字与字体的使用呢 给我们造成了一万点的暴击伤害 抽的满脸血啊 所以呢我们来说说 具体我们常见的误区有哪些 我觉得一共有三点 第一个呢识别太难看不懂 第二个爱用特效土又熟 第三个缺失字体心脚痛 第一个误区呢就是识别太难看不懂 凉消极多尽细 具体来说就是文字太多太小太细 颜色呢太接近了 或者是太亮了 文字的间距呢太密了 看起来都非常的不舒服 文字的第二个误区呢就是爱用特效土又熟 大家最后用的这个特效就是艺术制了 我一定郑重声明不要再用了 因为艺术是真的太low了 不信的话你看看这些PPT 传说中的狂拽酷炫屌炸天 简约时尚国际犯有多不得令人讨厌 第三个误区呢是爱用特殊字体导致了字体的缺失 课程开始的时候呢 我已经跟大家讲了特殊字体应该如何安装了 那PPT文字常见的第三个错误呢就是字体缺失 说白了就是一行字你用了特殊字体 结果发给别人之后 别人的电脑里面没有安装这个字体 很有可能显示的字体呢就会变了 很有可能就是送体 那么这样一来整个画面呢就非常的凌乱不堪了 那怎么用好字体呢 从默认的字体开始说起 那PPT默认的字体呢是送体 而我们看很多伙伴PPT做的是不是专业 是不是有经过培训 我们一般看他使用的字体是不是默认的微软雅黑 为什么呢 因为送体啊它属于衬线字体 简单来说呢就是很很细 竖很粗 所以呢如果文字多的话呢 远远的看过去就很容易缺拨个断腿一样的 我们来看看这张图 就能直观的感受到差异了 微软雅黑字体和微软雅黑加粗 都是识别性很高的 用在任何场合都不会出错 而送体在对比之下明显就会觉得纤细的不少 如果呢我们结合具体的这两组案例来看的话 就更容易这个看出差别了 所以呢我们尽量使用微软雅黑字体 也并不是说大家不能用送体的 因为送体还有很强的中国风特色 所以运用得当是很不错的 但是呢微软雅黑是万能的选择 而且每台电脑都有这个字体 也不容易对我们的版权造成很大的困扰 另外呢微软雅黑light也是很棒的一个字体 在win10当中好像是系统自带的 其他的这个操作系统呢大家去下载一下 叫微软雅黑light 那到底文字与字体 会涉及到哪些具体的操作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要和大家说到的是我们的一个基本设置啊 那个职场人呢这个基本设置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选中一号文字之后呢 可以这边给大家加粗 下滑线啊这个倾斜 加阴影都是可以的 但是呢不推定大家这样用 因为越用心越丑陋 我们呢可以把它改成一个蓝色 这边呢我们可以给大家讲到两个具体的功能 一个是英文的状态下 你可以实现什么呢 大小写可以把它变成全部大写 巨手的字母大写等等的啊 把它改成全部大写 我们还可以把它的字体呢 改成微软雅黑light 因为我觉得在阅读型的PPT当中呢 微软雅黑light这个字体呢 是比较不错的 因为它非常的有质感啊 我觉得它很细 不错的 接着我们还可以根据这个东西呢 给它变成分散对齐 调整它的宽度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操作 所以为什么我的文字不好排版 那是因为我们要知道这样一个操作之后呢 就相当于来说会容易很多 我们在格式当中 还有文本效果 你可以选择阴影 比如说外阴影啊 内阴影啊这种感觉 但内阴影有点恐怖啊 那印象 你还可以选择一些倒影的效果 我觉得在深色的背景当中呢 用倒影的效果感觉会好不少 你还可以选择三维旋转 像这样的一个旋转的效果 但是千万不要做得跟那些 三千小时的传单一样 到处都是外扭扭的 我不听见大家这样去使用 功能虽然很多 但是我也跟大家说了 很多功能都是鸡肋的 是吧 转化也有人会用到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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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没什么用 对吧 我觉得意义不太大的 旋转 那这种功能呢 有时候还会偶尔来使用一下 比如在扁平块的作品当中呢 你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像是那种气球一样的一个鼓门 对吧 你可以是不是用这种的一个效果 也是可以在转化当中可以实现 那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在实战当中 有时候实战当中说 老师 我觉得这个字太紧密了 我们如何能够变成像这样子 比较 快啊 航距能够稍微的 宽余点 让人有呼吸的空间呢 OK 我们选中他 Ctrl A 右键乱落当中 把航距从单倍航距 改为多倍航距 我一般都会选择1.2 或者1.3 点击确定 好了 不要忘了我们在右键的时候 可以把它设为默认文本框 以后你输入的文字 都是微软亚黑light 同时 有1.2倍的航距 也是白色的 接下来跟大家讲 如何寻找与安装特殊字体 我们来看 这字体为汉衣小麦体 非常的萌萌搭 对吧 觉得挺有意思的 但是我们改成微软亚黑 可以发现啊 就是变成这样的效果 那气质跟这个笔呢 会差了不少 汉衣小麦体 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在百度上搜索 对吧 汉衣小麦体 收到第一个网站 我们就可以点进来了 可以进行下载 免费下载 点到免费下载 OK 然后呢 我们在左边上看一下 我刚已经下载下来了 在这里 如何安装呢 这里给大家看个PPT Win7以上的系统伙伴呢 你打开安装 字体做点安装 就可以完成安装了 但是呢 它不会马上生效 你要关闭PPT 把PPT都关了 再开一次PPT之后呢 这个字体呢 就生效了 那WindowsXP的用户呢 比较麻烦 我们要把字体复制到 C旁Windows字体文件夹中即可 给大家举个例子示范 我们双击这个 字体 你点击安装 我电脑就已经安装了 所以呢 不需要去替换了 不替换了 大家这样安装之后 就可以用了 那如果是XP的用户呢 我们可以这样复制 来到我们的我的电脑当中 快捷键是Windows加E 我们来到电脑中的C盘 Windows文件夹 大家找到F开头了 这个有个A 看到吗 这是字体 把它复制进去就好了 这样的话会很卡 所以跟大家说的话 字体不要安装太多 特别是英文字体 因为长得都差不多 你也认不出来 是吧 那我们选择中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找到你对应的 这个刚刚你安装的 汉影小麦体就很好了 但是我还要一个庙招要告诉大家 是这样的 如果你看到一个字体很好看 但是不知道它的字体名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去求字体网 求字体网这个网站上呢 你上传自己的字体的图片 自己QQ截图结下来图片 他就会通过大数据 给你分析出这个字体叫什么名字 我们去下载安装就可以了 这个呢有助于我们什么样啊 找到更多不经意间看到的字体 然后为我所用